哈囉,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SUPER 今天要教大家做的是熊貓 Panda 哈囉,大家好,我是SUPER 今天我們要教大家做的氣球是熊貓Panda 我們會用到的材料有 白色跟黑色的260 首先我們先將白色跟黑色的260都充氣充起來 白色跟黑色都充一小段 充氣之後我們將黑色跟白色對綁 黑色跟白色對綁 先扭一個 三指幅的白色單泡 三指幅的白色單泡 連續做兩個 把它變成一個三指幅的雙泡 像這個樣子 三指幅的雙泡 三指幅的雙泡 接著 黑色的部分 我們把它捏軟 先做一個一指幅的熊耳結 像這個樣子 一直補個熊耳結 接著我們一樣把它捏軟 再做一個一模一樣大的熊耳結 像這個樣子 做兩個熊耳結 兩個熊耳結之後呢 我們將黑色跟白色消氣移動到 白色雙泡的正下方 像這個樣子 白色的雙泡 然後分別做兩個黑色一樣大的熊耳結 然後把黑色跟白色 拉到兩個雙泡的正下方 消氣移動扭在正下方 接著背後 做一個 約一指幅 約一指幅大的單泡 白色的話呢 白色做兩指幅的單泡 兩指幅到三指幅的單泡 兩指幅到三指幅的單泡 再做一個一指幅的單泡 一指幅的單泡 這個一指幅的單泡 做完之後這個節點 要跟黑色單泡這個節點 扭在一起 扭在一起 接著再做一個 一樣大的黑色小單泡 一指幅的小單泡 扭回白色雙泡中間的節點 接回它的脖子的地方 像這個樣子 像這個樣子 接著白色的部分我們就用不到了 白色的部分我們就把它截掉 接著我們要做它的手腳 連續黑色部分 一個 兩個 四個單泡的大小 你自己取決一樣 看一下你的手腳要做多大 但是要記得兩邊兩邊要對稱 像這個樣子 再把它扭回中心點 OK 也是一樣 接著黑色的部分我們就用不到了 大致上熊貓就完成了 剛剛背後 背後做兩個單泡 最主要原因就是要做熊貓它背後 熊貓它背後會有一個 黑色的背心的部分 黑色的背心 這是它的正面 這是它的背面 接著我們就拿出奇異筆 拿出奇異筆 拿出奇異筆畫它的表情 拿出奇異筆畫它的表情 雖然可愛小巧簡單 但是我們還是要把細節留住 這個版本的熊貓非常可愛 也非常快速 很適合做給小朋友 也很適合做給怕氣球太大 太麻煩 不好攜帶的朋友 因為它可以直接把這個熊貓 裝進它的包包 或是拿在手上 其實它都不佔空間 你們看 一個熊貓不到我一個手長大 OK 希望這個版本的熊貓你們會喜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妨幫我按下訂閱、分享、按讚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首先我們先將260的黑色跟白色都充氣